两个月前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经济危机的视频 在那里面提到了四个可以预测危机的先行指标 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们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情况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第一个指标也就是美债长短收益率倒挂 在第一次倒挂出现后的几个月内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 相反长债收益进一步下滑 仅8月份10年期国债收益就从1.9%降到了1.55% 这意味着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不但没有转好 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第二利率下调 随着8月初美联储宣布了降息 全球开始了一波疯狂的降息潮 在不到15天里共有20多个国家的央行纷纷宣布降息 欧洲央行更是在零利率的情况下 宣布将要在明年把利率调整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这意味着全球央行已经默认经济即将进入下行期 只好被迫使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了 而失业率和避险资产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美国的失业率在最近的4个月都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 多次出现反弹上涨的现象 而黄金的价格已经暴涨到6年以来的最高位了 所有这些指标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经济危机会不会来已经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经济危机离我们还有多远 根据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各大投行的预测 危机很有可能发生在2020年末到2021年初的这段时间 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 还有17到22个月的准备时间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首先啊 千万不要把经济危机完全当成是一件坏事 我不否认危机的时候有很多人破产跳楼 但是正如危机这两个汉字字面意思一样 危险是与机遇共存的 我们在警惕危机的同时 也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个能够改变人生阶层的机会 为了能够抓住这次机会 以下是老王我要在危机前做的三件事 如果你认为有更好的选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老王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第一件要做的事啊 就是减少开支以增加储蓄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那是根据近些年的数据统计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越光族的道路 甚至有很多人为了购买一些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 要去透支信用卡和借贷 你真的需要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 才能跟家人朋友聊天吗 单单是为了出行 真的有必要买一辆新车吗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 真正的快乐并不来自于物品的本身 而是来自于那种拥有 随时想买就可以买的经济实力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个人建议是可以试着 把平时的支出都列下来 然后把它们分成两类 一类是像房贷 水电等日常开支 剩下的都归到非日常开销里 每个月发了工资后 立刻把购支付日常开支以外的钱都存起来 千万千万不要抱着 到了月底剩多少存多少的想法 第二件事啊 就是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 绝大多数人的投资组合都是以下四种 储蓄账户 定期理财产品 股票和房产 储蓄账户和定期理财产品 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 这部分的钱是不需要担心的 这些主要想说的就是股票和房产 在最近的十年里 不管是国外的主流指数 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房产 它们价值都最起码增长了数倍 今天啊 也就是2019年的8月22日 道雄斯和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收盘价 分别是26000美元和7700美元 请大家仔细回想一下 它们分别处在7000美元和1100美元 是什么时候 1990年 不对 2000年 也不对 是2009年 也就是说美股用了十年的时间 市值翻了四到五倍 而且中途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回撤 一次都没有 任何一个懂一点经济金融的朋友 都应该明白这是非常不可理的 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至于楼市啊 还是同样的道理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08年次贷危机时的价格了 人这个物种啊不是圣斗士 人是会在同一个地方不停跌倒的 所以也许现在是时候考虑将一部分的资产进行变现了 我的建议是不管怎么样 手中要始终持有不少于总资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现金 和不超过百分之五的黄金 如果一定要投资股票 尽量选择水电煤等必需品公司 这类企业在危机时的表现会相对好于其他行业 因为除了他们本身是生活必需品以外 这类公司的收入很大程度是根据国家政策来定的 除非是执政理念非常不同的党派上台 否则这类行业的政策是不会轻易变动的 第三点也就是审视自己的收入 如果你只有工作这一项收入 那也许是时候考虑开展一个副业了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自己的一个兴趣 或者是强项转化成收入 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 不妨接一下翻译的订单 如果你很了解自己的城市 可以偶尔兼职当当导游 在如今的社会想找一份副业真是太容易了 但如果你的主业已经让你焦头烂额了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在副业上 你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进行投资 在萧条来临时 最容易失去收入的就是工薪阶层 准确来说是处于公司金字塔最底部的人 这些人的工作通常都没有什么技术性 很容易被更廉价的劳动力所替代 所以如果你正处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 不妨去学门外语 考几个专业的证书 总结起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里的筹码 我相信只要能够做到以上这三点 就可以在下一次经济危机中存活下来 而不成为破产跳楼的那拨人 现在最重要的来了 怎么在危机中获利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如果做到以上这三点 在危机来临时 你手中应该留有大量的现金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耐心等待 当你开始听到有很多人失业 被迫卖房还贷 当你发现街边的房产中据全都消失了 当你认识的朋友都抱怨在股市里赔钱的时候 买入的时机就到了 这时候有人会说 老王这是不是太残酷了 这不是等着别人破产再占便宜吗 这是事实 但不是你的错 是他们自己在楼市已经泡沫的情况下 还买房 是股市已经连续十年牛市后 依旧选择追涨 是他们对资产价格无限上涨的贪婪 让他们落到了那个下场 最后引用一句我最喜欢的电影《华尔街》中主角戈顿先生的一句话 It's a zero-sum game Somebody wins, somebody loses Money itself isn't lost or made It simply transfers from one perception to another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在视频的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认为经济危机离我们还远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